可是比较执着认真的人 不甘愿人生这么认真的活 怎么会倒霉 海马回就会auto replay 你不用被虐待很久 你自己 你这边很倒霉 你这边很痛苦 你不甘愿 那个痛苦已经消失了 可是你一直觉得 自己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有可能到夜晚睡觉的时候 你可以把自己弄到浩劫 就会有生病的危险 遇到无常 我定义叫苦一 优秀的人因为求好心切 不放过自己 这个叫苦二 海马回会auto replay 苦一加苦二 得病的几率很高 得哪些病 得这些病 竹梵不依依被宰 结论是 都是长期累积 这边就是什么 红斑镜狼仓 干燥症 这个比较难 其他的你们大概都知道 这个会什么 心跳很快 眩晕 胸闷 身心症状只是警报讯号 想提醒主人 没时间送走的荷尔蒙 这些代谢物 一直囤在身体里面 他想找出口 他让你大脑发炎 他让你身体很多器官发炎 发炎你懂吗 包含连武汉肺炎 新冠肺炎 他都是让你身体的肺部不停发炎 发炎很麻烦 忧郁症就是大脑发炎 长期处于压力之中 五感六绝都觉得不对劲 生病 因为人活着够优秀 就有机会苦一加苦二 只是想教我们学会怎么生活 如果我们会安排日常生活 心情有的时候比较偏这一边 这一边就是多为家人付出的理智 偶尔生活让自己偏这一边 就是有一点心虚 偷偷去吃好料 偷偷衣服买 买给自己 偷偷去泡个汤 心虚 上面一直为家人会心酸 心虚跟心酸 白白荡荡 刚好都一直不得病 一直只知道为别人 作用力反作用力 你会常常心酸 一直只考虑自己 你后面会有报应 别人不会让你好过 这些大部分是我这二十几年 临床经验上教我从心理学的理论 这些都是实物经验 所以结论已经变成很单纯 学会过生活 关键字叫做借由日常安排 所以如果你可以打开你的Google Calendar 打开你的形式力 你把一周两周三周列出来 你自己mark一下 哪几件事 是你是做孝子 不管是孝顺父母还是孝顺孩子 哪几件事你是好员工 哪几件事你是好老板 你尽量去好好扮演 可是你留一些空格 你的那个空格 自己画一个mark 那天你手机看要不要关机 好好享受一下你自己 轮流浪的脑里面的不舒服 都有机会 有为别人付出 也让自己有平衡 其实比较难被我们赚到钱 我也很不怕来这边说 因为通常你们听完没多久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如果你来医院 我就不会讲这个东西 你跟我讲你上次讲得不错 我想再听一遍 我们大致上会 我们流露出困惑的表情 什么东西呢 因为我们那时候被训练 人家特别来看你 是要让人家说个过瘾 那我自己通常讲了一个多小时 我会感觉蛮疗愈的 所以到这个地方 差不多今天演讲告一个段落 然后这个是一个生病的图 有兴趣才看 这个其实也没有经过科学的研究 这我自己画的 这个叫做压力 这个叫做能力 正常的人每天都在想把压力变不见 如果你今天已经听完这个演讲 希望你将来练习的目标 不要让自己人生没有压力 而是增加能力 这条是你人生的曲线 如果你的能力有变高 虽然你的压力很大 还是有机会脱离这个 sick area 生病的区块 我们做了一个对比 一直留心觉察 专注当下 vs 忙着解决 这个叫做减压力 这个忙又叫做心亡 这个你们常听过 那留心只是觉察 awareness 不平价 跟那个当下呼吸在一起 这个只是觉察 专注当下 这个是扩充能力 所以与其消除压力 不如练习正念呼吸 除了正念呼吸 这个部分是属于锻炼心理肌肉 面对无常的时候 可以跟痛苦共同生活 还有另外一个进入心流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兴趣的活动 包含听演讲 如果你刚好来 不小心听到现在 你都听得蛮投入的 恭喜你 你这一个小时当中 你大脑因为够专心听 其实你也中间有中断 我们今天演讲完 又可以保固好几周 中间只要有暂时好转 后面人生又痛苦 那个只是在磨练你的人生 可是一直中间都没有喘息 你没办法有心流的专注 或者你没有留心觉察 你都可能容易得到 刚刚前一夜的各种疾病 不是全部的人都会得精神病 很多人也会得身体上面的疾病 而且他基本上都说找不到原因 都说跟你人生压力太大有关 都跟你个性想不开有关 最后这个再来做一次练习 一样再确定一下 周围的人应该是安全的 他隔那么久都没有打你了 所以如果可以 你一样再闭上眼睛一下 我也只能让你练习这两次 你试试看 可不可以吸到肚子去 听完这个课有没有发觉不吃饭 其实也饿过头了 现在也不饿了 刚刚那个饱的感觉 现在也没那么脏了 好像专心听演讲 不小心忘记肚子难受了 继续呼吸哦 感觉它的温度 一样哦 要检查一下 两边屁股重量有没有歪 自己再跟自己对话 心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杂念 今天听了不错哦 今天听了不怎么样哦 你就允许那些念头浮过去 然后自己再跟自己做 五次呼吸的练习 刚好我有机会 我想到本来要跟你们讲 其实关于呼吸 我有很多的体会 我其中最开始有人叫我呼吸 那个人叫林贵真 她是我妈妈 她看我考个试 快要死掉 又垂墙壁 什么又要哭 又要怎样 她说她有看书 什么书上讲 太紧张的时候 就一直深呼吸 那我认为深呼吸 这样就有帮助 我就到考场 一直深呼吸 你知道一直深呼吸 后来我就吸不到气 后来我就被换气过当 我那时候是把呼吸 这个正念的mindfulness 当成正面 我想要一直呼吸 搞到我心情好转 不紧张 我把它工具化 这是我第一次学到呼吸 所以我上课 有人跟我讲说 大师跟你讲 多呼吸 可以活在当下 我认为没有用 越呼吸才会越紧张 所以很多在精神科上面 我们有一种叫 panic disorder 恐慌发作 恐慌发作的人 你有本事就叫他 深呼吸放松 你如果有看外国电影集 他都是叫他拿一个塑胶袋 而且不能破 不能破 一直吸自己呼出来的 二氧化碳 反而放松 所以你一直想要吸氧气 因为氧气够浓的时候 呼吸会无法自动继续 因为它本来是自律神经 它是随着二氧化碳高 呼吸是不用学的 你看你们听演讲 中间没有人提醒你 专心呼吸 你都有呼吸 可是你一旦认真呼吸 害这边氧气过高 二氧化碳没有升高的时候 你很容易不知道 怎么正常呼吸 所以我把呼吸 当成这个过程的时候 我曾经受苦 后来我人生 遇到更多的痛苦 这个有兴趣 可以去看我第二本书 但是你不会知道 我遇到什么痛苦 因为我不能让你知道 我遇到什么痛苦 但是你就会发现 我里面全部在讲 呼吸走路跟自己说话 呼吸走路跟自己说话 有的人说看完还没有感觉 我告诉你 看完很没有感觉的人 你命很好 你生命遇到痛苦的人 你就知道 当下只剩下这些方式了 我是慢慢在那过程中 才意识到 Mindfulness 对于心理的健康 身理的健康 非常有帮助 而不是可以把我变成 不忧郁 不焦虑 最妙的是矛盾异象 当我越来越接受 我人生 不那么的一定要正面 我睡眠现在还是非常少 我也算过了 我应该会短命 所以我们以后也不一定会再见到 但是 但是 那种睡很多的人 包含来听演讲 还睡很久的人 我也直接告诉你 你也许会活很久 可是你醒着的时间跟我差不多 而且我在土地下面 你们无法吵醒我 你有的时候睡到一半 还被人家叫 要走了 所以我想通了以后 我就再也不把 一定要睡很多 变成我的目标 我就去感受睡多睡少 这就是我的今天 而且我花更多的时间练习呼吸跟拉筋 因为我发觉气血有通 好像就会从苦境中好受一点 我已经再也不追求幸福了 我只要能不要一直痛苦就好 那你可能说这样我很可怜 我告诉你 我已经很感恩了 至于你还想要一直追幸福的 我们医院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